你會發現我那一天總共走了6.8公里 時間花了一個小時又25分 搭了地鐵就捷運 22.5公里 51分鐘 那騎腳踏車騎多遠了 騎6.9 這6.9實際上就是從哪裡呢 從台大這邊騎 車到向山這邊 向山公園 也就這一段路了 大概騎6.9公里 那總共騎了49分鐘 所以如果你假設 腿力OK的話 其實我覺得天氣很好 天氣還不錯的話 其實還蠻推薦各位可以騎U5 可以從這邊騎到這邊 那大概大致上 因為有GPS打開的關係 所以 基本上從哪邊走到哪邊這邊都會 因為我們住的地方 離那個車站 北車很近 然後去北車搭地鐵 搭地鐵的話我們是 搭到那個 中正經驗堂站 7公里 然後轉車 轉車時間 他這邊也記錄了 但是其實有的時候 你的Google的GPS Google的GPS 有時候 不是那麼精確 的話 我會利用旁邊這邊有新增 用手動的方式 去加上 我那個地標 所以有些 如果沒辦法抓到的話 像這邊為什麼那麼精確 其實有些時候 我是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那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 只要到一個地方 我就拍個照片 那拍照的話 照片上面會有時間 我稍微看一下時間 把那個 這個地標把它加上去 然後到公館站 這邊出來 走了 350公尺 然後我剛跟各位講過說 我們到那個 這個書店 那其實還蠻推薦這一家的 這家其實好處是說 它裡面的長書其實還蠻瘋 而且其實文學性的書其實還蠻多的 另外有一點就是 它旁邊有很多座位 而且 它裡面有一個 木製的地板 的一個 小房間 裡面呢 你都可以拿著書就在旁邊 可以坐下來看書了 其實還蠻舒服的 真的 然後冷氣其實還蠻涼快的 那 這邊我大概就 它也會把那個照片 放到這裡 OK 上面就 我的那個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 吃飯的地方 附近其實也蠻多吃的 那本來是要去吃那個韓式料理 因為它 太晚過去了 兩點多它已經打烊了 不過它上面 地圖上面是標 兩點 三十 可是它兩點 十幾分就打烊了 算了沒關係 在旁邊 吃個火鍋吧 這個是 無鍋不樂 OK 其實評價還不錯 那我們去之前 大概相對都會先看一下那個評價 OK 那步行 一樣就回來繼續看書 然後走路 到這邊 騎個腳踏車 騎了6.9 公里 然後 這是我 OK 然後到了下山公園 這邊的話其實 時間也會出現 49分鐘 因為GPS也會定位嘛 所以到下山公園這邊時間 大概 停留一分鐘了 然後我們就拍個照片 然後繼續往前 走路 步行大概1.8公里 24分鐘 走到相山步道 OK 相山步道其實很近 大概在這邊而已吧 這個是相山站 你就走過來 上山公園 然後步道的話 基本上就是走到這邊 就可以往上 走 那大概走的時間這邊也會記錄下來 4 4點51分 然後 走上去我印象 因為我上面沒有 紀錄說 走到三點的時間 大概原則上就走大概2、30分鐘吧 下來大概10幾分鐘 大概是這樣的時間 然後 再把它 走下來 然後 又走到那個 向山公園 然後再繼續坐 回來本來想說繼續騎腳踏車 不過後來發現體力 有點累就想說乾脆坐個捷運 舒服點 OK 然後又回去那個公館夜市 吃吃喝喝 然後又 回去飯店休息 大概就這樣 把一整天的行程就把它記錄下來了 那我幾乎呢 那個 每次 我現在已經習慣 只要每一次出遊我都會把 這個所有的行程都記錄下來 OK 已經養了一種習慣了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剛剛各位講過說我目前的那個這邊有個貢獻部分 目前可以看到我的我目前的貢獻 目前因為等級最高就是第10級 那我目前的等級就已經是 其實第10級他最多第10級就是10萬分吧 再來好像沒有第11級 不過我不知道 反正就一直往前 大概如果20萬分之後會怎麼樣 其實我也不確定 不過好像網路上有人討論好像就是第10級 他也沒有第11級 那目前我的那個 就是相片呢 總共傳了 3萬多張相片上去 甚至他上面呢 其實有那個可以上傳影片的 我也把影片 也傳了900多個影片 OK 那其他的話有這些啦 評論的話有 1000多折 1000多折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相片 目前相片我看一下 目前的話 這邊會顯示出來 總共3萬多張 然後呢 觀看次數這邊有 就是 有 6900 900多萬個觀看次數 這是按照時間 底下的話 這邊的話還要按照觀看次數 排序 那哪一張相片呢 觀看的人最多呢 可以看到 跟各位講 那個 伯多 運河城這邊 那這邊的觀看次數已經是 三百 三百五十幾萬次了 就是 這樣一張照片 就是我那一天的可能走到那個伯多英格總外面 可能另外一洞吧 我發現這個view還蠻好的 所以我就 從那個角度呢 拍了一張照片 上傳 所以我沒想到被 獲選為主 這個好像叫主圖吧 一進去 所以他觀看次數就這麼多 其他還有像評論 評論這邊 這邊也寫了一堆 你看我寫了這麼多 OK 寫了一個故 寫 其實那個 因為疫情關係 沒辦法出國 所以只好 把大概大台北地區 評價比較好的飯店 通通把他住一輪 然後剛好很妙一點 剛好櫃台 櫃台就有一個 人員 他突然看著我 然後說 我知道 你是 是 吳老師嗎 遇到粉絲了嗎 原來他是我之前教過的學生 OK 真的嗎 那你之後會來飯店上班嗎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感覺其實都非常好 我覺得現在 台灣的服務業做的其實也是 都還蠻可圈可點的 然後 因為有打折 加入會員有打九七折 因為我生日 又打九折 有沒有 所以寫了這麼多 另外還有一點 因為我之前曾經在由一家公司上班 那家公司叫做連華實驗 那個連華實驗 剛好就在現在飯店的位置 不是 不是不是 他那一家公司其實還蠻大的 他是一個集團 OK那剛好有點像 回去 感受一下 我現在回憶一下吧 因為大概二十幾年前的那家公司在那邊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飯店了 怎麼會倒 他其實不是倒 因為可能老闆覺得說租給人家 當飯店 賺的可能還比他開公司還多 我在想是這樣 OK他只要收租金可能甚至比 他去 真的去做什麼事情打得更賺錢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很多現在很多公司 就是收租金吧 OK 那等等的就寫一些了 所以 這邊的話 OK 大概這樣 所以你看完之後底下還有回應有沒有 如果你們看完這一篇的話請記得要點贊 謝謝 好 大概是這樣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 可能我值得 貢獻部分 所以我 好像要給各位一個 這個作業 就希望說你們可以多善加利用這些 Google的 相關功能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 也許Google地圖 原則上 大概先講到這裡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來看另外一個App 另外一個雲端的應用 這個雲端硬碟部分 OK 那請各位 待會先做一件事情 先到我的雲端上面 下載一個 練習檔案 那個練習檔案 各位應該不陌生 我們雲端 你們到那個 雲端是什麼 GG.GG 然後 後面的話是斜線 Cloud2F 這邊 這邊 請各位先幫我下載 這個範例檔 在這裡 右鍵下載 下載之後一樣解壓縮 那我們 來 利用 那個 現在有一個新的 在雲端上面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把它解壓縮全部 或者7DIU 解壓縮字詞 OK 那裡面這個我想 各位應該不陌生 就是這個範例 那請各位 把那個什麼呢 第一個範例 這個拿來放在雲端上面 那你想說呢 這個跟 放在雲端跟放在自己電腦有什麼差別 那其實放在雲端 其實最大的 便利就是說呢 我只要放一份 大家可以共用 那如果以前的做法是每個人都下載 每個人都一份 但是怎麼樣同步 不能同步 很麻煩 所以呢 如何 把資料放在雲端上面做運算 那待會我們就要練習這個部分 所以第一步的話請各位幫我下載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在你的雲端上面 也許是 開一個 練習的地方吧 你的雲端 我的雲端 這裡的話呢 假如我開一個資料夾TEMP好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說我要把我剛剛下載的檔案 特別是要把這個檔 傳上來的話 特別是如果說我今天要傳上來 轉換成Google試算表的話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那個Google地圖 Google的這個 這個雲端硬碟 它的那個 右上角有個設定 請記得先把那個設定 裡面的一個功能打勾 在這裡 轉換 上傳的檔案 這邊記得打勾 那為什麼要打勾 因為 我們上傳的檔案本來是Excel檔 那如果你沒打勾 它上傳還是Excel 那我希望呢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Google 的 文件格式 也就是說 我先示範一下 這個假如不打勾 我把它傳上來 跟打勾之後 傳怎麼傳 直接拖拉放開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也可以上傳 或者好像從這邊也可以上傳 這邊也可以打按上傳 我自己習慣是拖拉 把這個拖拉過來 放開 那你會發現呢 我剛剛沒打勾 這個是沒打勾的 你會發現 它出現的是一個Ex 表示說呢 它現在還是 Excel的格式 所以你點開 你會發現 不過它會轉換 所以這個是錯誤的 那如果正確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這個打勾 然後我重新再傳一次 放開 OK 那你會發現 傳上來的 這個檔案 跟剛剛的最大差異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Excel 這個是Google的試算表 這個才是正確 這是錯誤的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嗎